上集说到内森和克洛伊来到一间密室之内 发现一扇只能用两把钥匙才能打开的石门 这次苏利破例相信了二人 交出了另一把钥匙 机关开启的那一刻 急不可耐的克洛伊一脚将石门拆开 里面竟是一个古罗马的大型仓库 四个身高八尺的陶瓷娃娃完好的摆放在中间 随后发现里面装的并非是他们想要黄金 而是食言 失望至极的克洛伊满腹牢骚地发起了脾气 而此时盐堆里金光闪闪的东西吸引了内森的注意 他打开一看 正是十八恶人留下的藏宝图 就在这时 蛇气美人克洛伊摘掉娇美女生的面具 用枪逼着内森交出藏宝图 他告诉内森 苏利是知道山姆生死的谜语人 还说了老实人这一辈子都不待见的一句话 突然回首将内森打晕 并倦走了地图和钥匙 无奈之下 苏利道出实情 原来他和山姆在找到船长日记时 遭到黑妹及他的手下追杀 黑妹当场枪杀山姆 苏利只能丢下山姆独自跑路 之所以找到内森 因为苏利相信 山姆一定给内森留下了寻找宝藏的线索 内森对苏利的建立妄议嗤之以鼻 两颗本来即将靠近的心又渐行渐远 这边 少班主的分散投资果然凑小 原来 老奸巨华的他在雇佣黑妹的当天也签了克洛伊 而如今手握藏宝图的克洛伊平步青云 扶摇直上 而忠心效力于的雇主的黑妹却遗落千丈 心生沮丧 另一边 内森无法接受哥哥死亡的事实 为完成哥哥的遗愿 他答应了苏利 而任务一旦完成 两人就分道扬镳 于是他们通过线索 很快就找到了德雷克 手持藏宝图的德雷克 准备先空投物资 而后在菲律宾的黄金湾着陆寻宝 一切准备就绪 德雷克创造历史的梦想就此起航 然而让德雷克没想到的是 所有的雇佣兵都是见钱掩开的主 为了钱 他们什么伤天害理事都做得出来 包括干掉自己的雇主 克洛伊见识不妙 趁机逃跑 黑妹等人追到火仓 藏在后备箱的二人偷偷溜出来 并收获了意外惊喜 内森看到倒地的阔烧 让他明白一个道理 寻宝路上最好不要搭档 本来两人可以偷偷地跳伞逃走 可是就在内森见到黑妹那一刻 复仇的怒火涌上心头 直身跑出来质问黑妹 苏力想劝内森赶紧快跑 黑妹看到复兴汉小手一挥 机枪火力马上伺候到位 混乱中空头被打开 所有的物资开始飞向机外 内森一边躲敌人的子弹 一边躲物资的撞击 没成想一只脚和物资捆绑在了一起 下一秒 人同物资一起飞了出去 在飞机的牵引下 一件件串联的物资在空中飞舞 仿佛一个巨型的蜈蚣放飞在空中 与此同时 克洛伊被黑妹手下抓到 双方在飞机内展开激烈枪战 很快克洛伊的子弹打光 看到物资上的降落伞 他有了主意 此时 挣脱束缚的内森 被大风吹得连续两个翻滚 跑在双手牢牢地抓住货手 内森脚踩物资高空跑酷 怎来一只脚被追兵牢牢抓住 这时迎面一见物资飞来 他敏捷俯身 身后的敌人被直接砸飞 就在绳索正断的那一刻 内森用尽全力 纵身一跃 身体终于安全地落入机舱 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克洛伊开着那辆红色宝马老爷车冲了过来 内森真的被撞得飞起来 在万米高空漫天飞舞的内森抓住汽车 克洛伊未救内森 让他学着自己的样子在高空飞跃 最终两人借着同一件物资上的降落伞坠入大海 又一次死里逃生 另一边 黑妹承接了德雷克备用物资 开启了他们的寻宝之旅 可是内森知道黑妹寻宝肯定徒劳 世间只有哥哥山姆知道宝藏的下落 在与山姆失联的数年中 明信片是他们唯一的交流方式 上面的景观字迷经纬度 全都是二人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即使多年不见 从小建立起心照不宣的默契 让这次留在卡片上的符马 成为只有他们才能揭开的名字 事实也确实如此 内森又一次利用火焰找到了答案 钥匙就是你的指南针 宝藏地点竟是两个罗盘在地图上的交汇点 激动的内森本想叫醒克洛伊 可是想到刚刚经历的过往 长了心的内森留下一个考验坐标 不出所料 考验坐标生效 克洛伊拿到坐标之后再次背叛 独自一人前往藏宝地点 去寻找老实人是否可信的答案 内森乘坐快艇朝着宝藏的位置驶去 碰巧被探保的黑妹本人发现 内森来到地图上的坐标位置 身前入水穿过山洞 来到一个巨大的洞穴 两艘古老的巨型海盗船映入眼帘 没错 正是传说中五百年前的麦哲伦巨龙 就在内森欣赏自己珍奇的发现时 脚侠苏利按照内森的定位也进到了海盗船 两人面对巨额黄金宝藏 一个激动不已 一个沉默寡言 正当两人还在探讨人性时 尾随内森的黑妹感到 对苏利以恨之入骨的黑妹 命令手下四处寻找 并下达了封杀令 对方人多势众 两人不得已先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 贪心的黑妹 不仅对黄金情有独钟 对两艘古董木船更是恋恋不舍 他找来两架直升机 在高空将大船吊起 大船拔地而起 跃出地平线 俯视壮美山河 裸藏在船里的两人 瞅准机会开始反击 两人配合默契 一会功夫 就收拾了甲板上的一众喽啰 调皮的内森也趁机过了一把捷克船长的影 苏利沿着吊锁 攀岩到直升机驾驶舱内 一番操作 将两个乘务员赶下了飞机 成功夺取了飞机的控制权 并调整方向驶向远方 不着调的苏利不忘回眸挑衅黑妹 这下彻底引燃了黑妹愤怒的炸药包 不等放下捕船和黄金 就带上手下吩咐机长调转船头 紧跟其后 双方在飞行的捕船上展开机站 黑妹的手下像海盗一样荡到对方船上 内森抄起木棍防守反击 此时黑妹这边的机长稍稍有些分神 巨轮差点直接与山形成对撞 虽然避免了泰坦尼克号的惨剧 可是飞机大角度转移 造成牵引绳下的大船荡起了秋千 两只大船就在空中发生刮碰 将正在激战的众人撞得人仰马翻 两个打手直接飞出了船外 内森和持枪男掉进了船舱 持枪男拔枪点射内森 内森24K纯金盾牌护体 在一个防守反击 敌人当场暴毙 内森从中缴迫一件海盗战役 而掐在一起的大船相互拖行了老远才分开 为摆脱敌方纠缠 苏力冒险一个90度急转弯 船底划过山体表面 带出大量山土 有惊无险地摆脱了跟踪 大船在山剑中自由穿行 可正当苏力为自己决定暗自窃息时 突然看到前方出口 敌人的飞船正横穿峡谷 眼瞅着就要两船相撞 船毁人亡 危难关头 苏力极限操控 人在超重失重中险相还生 飞船在急升速降中度过一截 黑发男直接被甩出船外 大船在飞机的牵引下乘风破浪 徐徐攀升 内森沿着船体攀岩至甲板重获新生 这是一颗500年前的老实炮弹滚落到跟前 内森新生一计 他迅速给老炮注入火药 将炮弹塞入炮堂 找来炮碾 引缘火药 炮口对准敌机飞来方向 只听一声巨响 老炮命中新机 飞机失去方向 黑妹见识不妙 抓到机会跳到了另一艘船上 飞船失去主星谷四处游荡 大船被山石撞得回生碎 百亿黄金宝藏又藏身大河 飞机也坠毁山河 正当二人认为一切都结束时 黑妹出现在船头 得不到就毁掉 这就是黑妹的坐视留罪 说完 用手转动旋钮 船矛瞬间坠入海底 勾住山石 飞机只能空中悬停 貌似借用了阿普的说法 如果我们没了 还要这世界干嘛 仇人见面分个眼红 这时 黑妹与内森狭路相逢 显然内森不是黑妹的对手 不敢恋战的他将黑妹揣飞后 迅速爬上桅杆 此时 黑妹从后面跟上 内森请苏丽拉自己一把 考验苏丽的时候到了 在金钱与友情面前 苏丽最终选择了后者 他拿起整包黄金 狠狠地向黑妹打去 黑妹接过整包黄金 坠入大海 这时飞机吊装结合部 在船矛的作用下彻底撕裂 危机关头 内森纵身一跃 苏丽伸手将其抓住 而自由落体庞然大物如天外来客 正正地砸向刚刚露出水面的黑妹 结果你懂了 二人站在飞机上 探着大船在落日的一步中 折断为单 慢慢地沉入大海 而不远处 有一艘菲律宾的舰船朝这边驶来 可在内森的心里 却埋下了海底寻宝的种子 飞机里内森取出一件件藏品 如数家珍 苏丽像个孩子一样笑开了花 此时美女克洛伊回归 我想她找到了答案 她将在下部寻宝中展露头角 到时与正带出山的山姆 一起探险下一个神秘宝藏 喜欢的朋友请您点个赞 您的鼓励就是我的动物